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天气状况其实开始有明显的不一样 北部地区天气开始转凉了 而现在特别提醒大家 正有一波华南雨带靠近中部以北地区 所以从现在开始 在中部以北地区已经陆陆续续 开始有一些震雨的状况了 预计这波水气会持续影响台湾 到明天的清晨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中部以北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都会有一些震雨 大家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那么整体来说 在未来这个星期 台湾各地会陆陆续续 受到这些华南雨带 持续的移近台湾来的影响 几乎天天的天气状况 都是不太稳定的 不稳定的天气 至少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三过后 这波水气过了之后 要等到礼拜四礼拜五 天气才渴望恢复稍微稳定一点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未来这个星期 几乎天天在中部以北地区 都会有一些震雨 出门都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在气温的部分 北部地区很明显的 比昨天凉许多了 高温来到了21度到25度左右 未来这段时间 都是稍微比较适量一点点的天气状况 南部地区下雨的机会不高 不过气温也会稍稍的下滑一点点 27度到29度左右的气温 算是舒适到有一点点闷热的状况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 刚刚提过了 未来这一周持续受到华南雨带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 东部地区几乎天天都会下起雨来 大家出门可别记得带伞了 都有机会遇到一些雨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都会有一些震雨的状况 中部直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降雨的部分 不稳定的天气 至少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 所以提醒大家啰 未来这个星期水气都比较多一点 中部以北地区几乎天天都会有一些震雨 外处都要记得带一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